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附近就在当地时间3月29号接近凌晨一点 这辆深色的小轿车先出现在加油站 其中一人下车走向副驾驶座 与车内的另一人对话 接着疑似丢聚了物品导致汽车被点燃 让原本坐在里面的乘客急着爬出车外 但是脸颊已经被灼伤 有加油站的员工表示 他看见这两人在汽车着火前 曾经将汽油倒在车内 而汽车爆炸导致加油站起火之后 肾血纵火的两名男子已经逃离现场 警方抓捕其中一人正在搜捕第二人